为大家转播的2011年世界羽毛桥锦标赛的决赛 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最引人注目的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由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林丹 不过在世锦赛的赛场上林丹是三届冠军 而李宗伟只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 两人上一次在世界大赛的决赛当中相遇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 当时林丹打了他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最漂亮的一场比赛 21比12 21比8两局完胜李宗伟 但是在经过08年奥运会之后 李宗伟已经和原来在经验这个能力上都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年的战绩是43胜一副 事实上他自从去年的世锦赛以来只输了一场球 就是在韩国公开赛的决赛 曾经输给林丹一场 但是马上他在全英的决赛当中又赢了回来 其他的比赛李宗伟保持不败 李宗伟在这次比赛里面第一轮是2比0战胜了塔农萨克31分钟 而塔农萨克在第二局的这17分 也是让李宗伟在这次比赛里面单局丢的最高的一个分数 接下来他战胜了芬兰的一名运动员 接下来2比0胜了朴承焕 朴承焕两局只有15分 又胜了艾威威迪玛拉的凯文科顿 也是两局只有20分 半决赛他是立刻魏冕冠军陈金 陈金是13分9分 这个两局的比分就输掉了 由这个战绩可以看到李宗伟在本次世锦赛 他的状态是相当的神勇 林丹现在世界排名是第二 在今年以来的战绩38胜二负 林丹和队友陈金一样 在这个赛季当中 他们由于参加了超级联赛 羽毛球超级联赛 所以整个的状态并不是自己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在上一轮半决赛 他对阵最后一次参加世锦赛的丹麦名将皮特盖德 耗时75分钟 反败为胜2比0战胜了盖德 这样林丹也再次打进了世锦赛的决赛 向着他第四个世锦赛冠军继续冲击 皮特盖德在半决赛里面也打出了非常精彩的一场球 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皮特盖德说确实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世锦赛了 绝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2013年广州的世锦赛上 将不会再看到皮特盖德了 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爱尔兰 也就是成功的一个状况 可以掌握一下 匿ionesmedi하 selecting 以赛下 thành分赛紧击散 着广州立的奖 cinq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都是身经百战 所以非常有大将风度 尽管在观众席上已经是群情鼎沸了 但是李宗伟和林丹 这两位世界最高水平的选手 还是很平静 第一局比赛是李宗伟先发球 发球抢攻 下中路 林丹挡网出界 下转发球抢攻击